传说中的龙宫真的存在吗 水潭里的水为何历经几千年不甘苦 传说中的神龙宫殿为何出现在小村庄里面 在浙江省龙游县的石岩北村 村民们正在进行抽水作业 整整抽了17天才抽干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 这个水潭被当地的人们称为无底潭 随着水潭的水位逐渐下降 一个震惊世界的千古谜团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眼前竟然出现一座犹如龙宫一样的神秘宫殿 难道龙真的存在 水潭的下面到底是不是龙宫呢 不着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进来的小伙伴麻烦动动您的发财小手 长按点赞关注 您的点赞关注就是我的最大动力 这件事情还是要从石岩北村说起 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潭 可是要说这水潭里面的水有多深 就连一只在这儿居入的村民都不敢轻易地试探 因为这些水潭已经在这儿存在了数千年 从来没有人探测过这些水潭的深度 也没有人知道水潭下面到底有什么 只听当地的老人说过 这里的水潭十分凶险 一旦有人掉入这水潭之中 即使你有再好的水性 也游不出水潭的手掌心 仿佛水潭的下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拉扯你 直到把你拉入水底 这足以看出这水潭有多么的凶险 这一天有四位胆大的村民 决定铤而走险去探索一下 这水潭的下面到底有什么 他们并不是下水探索 而是想了一个妙招 既然你的水潭这么凶煞 我把你的身体抽干 你不就凶煞不起来了吗 就这样 四位村民拎着抽水泵开始了抽水作业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一抽就整整抽了十七天 水潭里面的水抽干净以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在了人们眼前 村民们竟然看到一个硕大的洞口 里面还有几根大柱子映入眼帘 从山洞远远地往里面望去 却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有几位胆大的村民决定再往洞口深处走走 他们越往里面走 这个洞就越隐僧 洞里面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大 随后一座气势恢弘的巨大宫殿 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 在自己居住的地方 竟然会出现一座这么大的千年的宫殿 附近的村民听说石烟北村 挖出来了一座宫殿 纷纷赶来目睹这千年宫殿 他们也是瞬间被震撼到了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更为震撼的还在后面 听到这里发现了千年宫殿 附近的考古专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 随后通过对现场的挖掘 先后又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六座宫殿 每一座宫殿都气势恢弘 造型风格也是如出一辙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几座宫殿竟然呈现北斗七星的布局 简直就是天文奇观 令人惊讶的是 就连最小的一号地宫也有三百平方米 最大的四号地宫足足有两千平方米 这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龙游石窟 它也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每一座石窟里面都设有顶坡地基 排水设施也相当齐全 难道千年前真的有人在这里居住生活 专家们也对这里进行了研究 如此庞大的石窟耸立在人们的眼帘 这不禁令我们感慨 这座由36个石窟组成的地下石窟群 仿佛从天而降 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可以在水下面 建一座工程浩大的宫殿 一时间众说纷纭 甚至还有不少人说 这里以前可能就是传说中 龙居住的地方 传说只要龙游修炼千年 就可以化身为龙 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龙的存在 这也是千古谜题 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利的证据 可以证明龙的存在 这也给龙游石窟的身份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竟可以设计出这世上罕见的石窟群 专家们也是翻阅了很多的历史材料 也没有查到关于这座石窟的一丝记载 那为什么规模如此庞大的工程 在历史上没有一丝记载呢 这难道真的就像村民们口中所说的 是龙所居住的龙宫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在文字线索被中断的时候 专家们发现了石窟内壁上 出现了有规则性的花纹 这一惊人发现 再次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 洞内墙壁上的花纹 越往里面走就越大 分布的也很均匀 几乎是石窟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 但是四号石窟却与其他的石窟不同 它墙上的壁画花纹 越往里面走分布的越宽 专家们认为 这肯定是人为建造的 虽然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 但是他们认为这或许是某个国家 在这秘密建造的防御工程 主要还是用于藏兵力的 相传明朝皇帝朱棣 曾秘密把军队藏于此 那如果真的像专家们猜测的那样 这些石窟都是用来藏军队的 那现实中又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能在石窟里面大规模藏兵呢 专家马上对这一猜测展开调查 查阅了当地的历史记载 果然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出现在了专家的眼前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越王勾建 春秋时期的龙游县 恰巧被周天子奉为诸侯国的顾迷 这个时期的越王勾建战败 被抓走后受尽了折磨 因此在他回国后 全国上下都渴望可以一雪前耻 但是要想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就必须有冲锋陷阵的士兵 这也就必须训练这些士兵们 当然了训练士兵不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行 于是越王就开始秘密的选择战略基地 然而这龙游石窟刚好在凤凰山上 不仅具有很好的隐蔽性 而且运输各种物资也是十分的方便 当敌人突然闯进这里时 这里的石窟就可以把敌人 混于这洞穴之中 而洞里面的士兵 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击敌人 可以说这里是不可多得的藏兵宝地 但是后来经过专家们的推断 这墙壁上的花纹和这些军队没有任何的联系 很可能只是用来排水用的水槽 当专监们打算 对石窟的各个通道进行图解和分析的时候 发现了 这些石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设计 这石窟要是用来藏兵的 那为什么没有设计撤退的路线呢 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洞口太小了 这里虽然可以达到一手难攻的效果 但是如果遇到敌人大规模进攻的话 一旦敌人攻破防守 那军队就在洞里面会处于被动状态 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而且这些洞虽然都相连在一起 可是却并不相通 敌人如果采用火攻或者是水攻的话 那么藏在洞穴里面的士兵将无处可逃 那之前推测在石窟里面藏士兵也就不合理了 如果不是藏兵 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好石好力地打造出这么一个伟大的地下工程 会不会是哪个皇帝秘密打造的宫殿呢 这个时候在二号石窟考古的专家又有了重大发现 这里竟然有人类生活用的器皿 这也证实了这个地方曾经是有人居住过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除了这些器皿之外 还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然而 这些也并不能证明这里就是王室宫殿 除了上面的这些发现之外 洞里面的一幅画瞬间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根据记载 我国古代的一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都会为自己修建一座宫殿陵墓的 新汉之后讲究图文壁画的装饰 那么这幅画会揭开这座石窟之谜吗 根据专家判断 这幅画要宛于这座石窟的建造年代 所以陵墓这一说法也就说不通了 随着对石窟的深入探秘 这谜团反而越来越大了 难道真的有龙的存在 这座龙游石窟究竟是何人建造 用来做什么的 至今都没有人给出答案 还有就是龙游石窟到底是不是龙的宫殿呢 这也仅仅是人们的想象罢了 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地探索 在探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无奇不有 根据专家的推断 龙游石窟很有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科学家们还会对龙游石窟继续研究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关注一下小编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